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川移居图》描绘了中国东晋名医葛洪携带家眷移居罗浮山的故事 葛洪自智川 罗浮山位于今天中国广东省波罗县境内 葛洪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够成为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画中的主角呢 葛洪出生于中国东晋时期一个有名望的家庭 他的祖父曾官居吏部尚书 父亲则是一方太守 到了葛洪这一带虽然家道中落 但他靠着自己的战功一度被封为官内侯 公元三百三十年的一天 葛洪突然接到朝廷的征兆 任命他为散旗常侍 这一官职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 这个是令人羡慕的职位 但是接到赵令的葛洪并没有赴任 他反而向皇帝提出 想到偏远的广西去任职 原来葛洪意识到京城的官场更为腐败 正直的官员常常受到迫害 他萌生了远离权力中心的想法 然而葛洪最终没有前往广西 而是留在了途经的罗浮山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葛洪路过罗浮山时 山上宁静祥和的气氛 万物蓬勃的生机 深深吸引了葛洪 让他浮躁的心沉淀下来 罗浮山动植物资源丰富 植物有三千多种 其中中草药就有一千多种 可以说是中草药的宝库 擅长医术的葛洪决定 移居到罗浮山中 元代画家王蒙画的 《智川移居图》 就描绘了葛洪与家人 移居罗浮山的情景 画中的葛洪骑在牛背上 身穿道袍 神情专注于手中的书籍 边走边看 全然不顾 与他同行的家人 正如画中描绘的那样 葛洪和他的妻子 两个孩子以及一些仆人 提着鸡笼 牵着牛羊 把生活必需品 带上了景色秀丽的罗浮山 葛洪选择了一个清雅的地方 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他每天在山里采药 变药 对许多草药的功效 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 葛洪并没有想到 这段隐居生活 让他成为了影响后世的 急救学鼻祖 葛洪隐居时 想到了一些治病的方法 加上自己多年收集来的药方 撰写成一本医书 这本书因为篇幅短小 可以放在衣袖内的肘后布 方便戴在身边 因此叫做肘后背疾方 广东省惠州市罗浮山 葛洪博物馆 收藏有一本清代课本的肘后背疾方 书中记载了七十多种疾病的症状和抢救方法 简便易懂容易操作 书中对天花 酿虫病 脚气病 以及酿蛮等描述 都是前所未有的 此书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 后人评价肘后背疾方 加油此方可不用医 岭南地区地处偏远 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普遍 许多百姓生了病找不到大夫 有了走后背疾方这本书 病人就可以在没有大夫的情况下 根据医书进行自救 为了解决百姓看病贵 看病不易的问题 葛洪在罗浮山山脚下 搭了个茅草屋为百姓一诊 只要有人来寻医问药 不论贫贱贵 他都耐心为病人诊治 因此葛洪在岭南地区的名气越来越大 在行医的过程中 葛洪特别注意收集和筛选那些 简单易得价格便宜的中草药 对它很简单 所以它的方子的话 第一是简单 第二是简便连练这几个特点 相传有一次葛洪借住在一个村民家中 夜里听到隔壁屋子里 一直有咳嗽声传来 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村民家中有人感染风寒 由于没钱看病导致病情加重 卧床不起 葛洪为病人诊施病人 第二天病就好了很多 病患的家人十分感谢葛洪 却又担心付不起药费 葛洪宽慰农户说 其实汤里放的不是什么名贵药材 就只是家里常见的葱白和豆豉 两者一起肩幅有通洋发汗的功效 后来这个药方流传至今 就是岭南地区人们所熟知的葱池汤 到罗浮山隐居之后 葛洪还发现当地有一种奇怪的病症 病人会无缘无故的发烧 葛洪一时也弄不明白发病的原因 为了查清病因 只要有病患出现 他就跑去询问 他发现患病的人都说去过深山 葛洪仔细观察病人的身体 又亲自去深山里查看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葛洪发现在广东的深山里 有一种特别小的虫子 这种虫子比小米粒还小 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 它们会吸附在人的皮肤上 视人吸血 同时把病毒注入人的身体 使人得病发热 其实葛洪发现的虫子叫沙狮 沙狮毒的病原体 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 沙狮生长在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 葛洪通过自己的仔细观察与思考 不但发现了沙狮 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 而美国医生在1500多年后 才有相同的发现 除了发现沙狮传染病毒 葛洪也是第一个记载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医生 有一年 葛洪发现有一种奇怪的病突然流行爆发 得病的人浑身起泡窗 起初是些小红点 不久就变成白色的浓袄 很容易碰破 泡窗一边长一边溃烂 人还会发高烧 死亡率较高 有人就算活下来 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小斑 小斑初期发黑 一年以后才变成和皮肤一样的颜色 葛洪将他见到的病症 详细记录在了肘后背脊方里 虽然葛洪没有研究出有效治疗天花的药房 但是他将这种病症描写出来 对今后人们研究预防天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葛洪在行医的过程中还大胆探索 一天有一个人找到葛洪 说自己的亲戚被一条疯狗咬了 受不了一点刺激 一旦听到声响就会抽搐浸卵 葛洪意识到病人得了孔水病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狂犬病 葛洪翻阅了大量医书 经过思考 他想出了一个以毒攻毒的方法 那就是杀死咬人的疯狗 取其脑水 然后敷在病人的伤口上 病人虽然没能救活 但葛洪的治疗方法却具有一定的道理 在我们治疗类似的病人 其实都是从这个 就是这个病人里面 那个血迹里面提取抗体 跟这个其实是 思路是一样的 这里讲到如果是讲到牛痘人痘里面 其实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最早也要想想 你不要用现在的科学去苛求它 它是1700年前就有这个思路 由于里南地区气候湿热 多瘴气 因此有很多人经常突发疾病 葛洪上山采药途中 看见有一位老人倒在地上 表情痛苦 全身发热 他上前诊断之后发现 这位老人得的是一种叫胀虐的传染病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虐疾 这种病主要是由携带虐原虫的蚊子叮咬所引发 可引起患者贫血和皮肿大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在古代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 葛洪为老人诊断完之后 立即跑到路边找来一种草药 用泉水冲洗后直接搅成汁给老人服下 没过多久老人便醒了过来 那么葛洪给老人服下的究竟是什么草药 原来葛洪采来的这种草药学名叫青蒿 是罗浮山上常见的一种草药 一千多年以后 葛洪的药方启发了一个叫图优优的人 图优优率领的团队 从青蒿中成功提取出青蒿素制成药 治愈了成千上万的疟疾病患 图优优因此还成为中国第一个 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人 葛洪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的贡献 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 在葛洪的家乡丹阳俱荣 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江苏省一带 至今还流传着不少关于葛洪的传说 而在千里之外的广东 人们为了纪念葛洪 在罗浮山上修建了一座葛洪博物馆 馆前的广场上立有一尊葛洪雕像 馆内陈列的一件件文物 则向参观者讲述着一千多年前 葛洪是如何治病救人造福百姓的 三百年前 明朝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 在四川留下神秘的千传尘引 引来后世寻宝者无数 张献忠究竟拥有哪些西式珍宝 又是如何获得富可敌国的财富呢 下期国宝档案将为您讲述张献忠 沉船宝藏之谜 富可敌国